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志们送炒面 到现在还没回来 同志们 在炉荡里 已经是地骨天了 有什么办法 能就亲人拖现了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夕有多安 无荡汉泪 暂浅我满浅 水 他们是 我命的意义 宝贵财产 十八个人和我们不容相邻 念我愿身负着千金 你应重大成熟记 明星是何苦快散 我岂能迂回难以仇没让 不服了当对我陪伴多年 昨夜里照着 尝尝与宿去宿 我朝鸿铭为上安不佛 到如今不见为何 安我奔当去把心人来劫 在乃时看陀山有一圈 那六的衣和海流口床又口床 在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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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历 在我办 我远 去宿主 我专门 你 老主席 要你的教导 有群众的机会 我的能战胜 晚安的苦难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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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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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小姐 小姐 四楼 你们回来了 回来 炒面送到了吗 没有 昨晚上我和镇长刚垮出去 就被敌人发现了 我们俩就跳水跑了 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那镇长呢 镇长一下水就放了板子 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 起不来床 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阿清嫂 你看该怎么办 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弄挑船 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 要不今晚我去搞他一条 刘副官来了 叫四龙装病 跟他借条船 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 刘副官 阿清嫂 这是谁 沙奶奶的儿子 在这儿干什么 病了 刘副官 这孩子病了 想跟您借条船 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借船 那哪行啊 阿清嫂 您给求个人情吧 是啊 刘副官 这孩子病成这样 咱们这儿又没有大夫 您就行个方便吧 阿清嫂 不是我伯您的面子 我可做不了这份赌 传有的是 就在那边儿一条也不能动 这是刁仓某长的命令 阿清嫂 你可少管这路闲事 免得招惹是非 哎 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干什么呢 我是看病的大夫 大夫来了 这就好了 该找这孩子的病好 可别叫大夫走啊 刘副官 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不行 刘副官 既然您不肯借船 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不行 是啊 刘副官 既然那位大夫来了 还真的让他走吗 就给孩子看看吧 阿清嫂 您是知道的 我在刁仓某长面前不好交代 仓某长说了 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别说参谋长了 就是胡司令 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那好啊 司令在里头呢 你去跟他说说见 这么点小事就别去惊动他了 可是我也做不了这份主啊 什么事啊 司令 来了个大夫 阿清嫂说 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个病 看病 哦 是这么回事 这孩子有病 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路过 我就剁了一句嘴 说是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 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 就怕刁仓某长知道了 要让司令为难 他这么一说 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ặt刁仓某长 剑 如果兴能教养植巴这会六抢 放个屁 也是香的 拿着鸡毛挡令剑 其实呀 也没刘副官什么事 刘副官还说 司令心而好 为人耗道 我只怕真要是貂殘魔掌叫去真了 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 那么就让那位大夫 看 是 请大夫过来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 谢谢司令 大夫 你们好啊 好 大夫请过来真卖吧 好好好 胡司令 这回手气怎么样呢 背透了 四圈没开虎 出来溜溜 您这一溜的手气就来了 待会您进去 我管保您连虎三把满贯 好 借您的吉言胡了满贯我请客 那您就快进去吧 都等着您搬撞了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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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嘿 你是哪来的 长熟城里三代祖传事仪 有良民证吗 有 好 来看看 刘副官 你们这两天可真够辛苦的 盐湖一带派了港 扣了船 不许老百姓下虎捕鱼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没什么 没什么 听说卢档里有西子军 西子军 那怎么不派病去送啊 参谋长说了 卢尾档这么大 上哪儿搜集啊 不谈这个 不谈这个 快瞧病 快瞧病 大夫 这孩子的病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 说得对吃我的药 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嘿嘿嘿嘿 你先别吹 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这个病是中胶阻塞 呼吸不畅啊 等等 他说的对吗 是啊 刚才还说胸口堵他横呢 哼 还有两下 看看舌苔 未有虚活饮食不周 缺食啊 干预不输就容易急躁 是啊 着急着呢 嗨 头疼脑热的 着什么急啊 不要紧 我开个方子 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这 topped歌 敏青不足 休点点 心今此乃 少有凡 家中有人 请找看 看什么 我对一道没有兴趣 快开发 好了 早要一起 跑平安 来嘞 见相 刑相 刑官 司令叫 好 阿星头 替我盯着点 我这就来 有不少乡亲被捕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胡传奎已经是死心踏地的投靠日寇了 那该怎么办 一定要拔掉这个金子 是 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了 走 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 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江源同志们怎么办 立刻转移红石村 是 在此 请走 司令赢钱了 说你让他请客叫我买东西去 那好 你怎么还没走 这就走 要要早吃 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 快走快走 这就走这就走 大夫 天阴夏女 小心 木华 是啊 坑坑洼洼的 要多加小心 不怕 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哪 快走 向威指示要同志们转移红石村 现在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呢 我倒有个主意 你有什么主意 我溜下水去砍断篮城 推出一条船 不成高不实际 船上没人动静不大 只要推出半路 大湖之中烟雾弥马 就更看不清了 到现在只能这么办 阿静总 他有一身好废心 让他去吧 事到如今 也只好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 四龙 你顺着那条小道 找个僻静的地方下水 你可千万要小心 阿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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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放安庆 阿静总 阿福 有事吗 他们看什么来了 你们给他们弄点干料吗 弄了多大饭 好 好 看小船 我无穿意 仅无踪意 无志满彼堂穿意 你无事从 阿靖桃 东西买来了 参谋长 走不欢迎关呢 走啦 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结婚 这女尖是谁啊 周范医官的妹妹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妹喽 哎 拍你装美差到长叔城里办的嫁妆 是多谢参谋长 这水面上仿佛是一条船 船 刮了一夜的大风恐怕是把缆声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对 对 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 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 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有人 来 给我追这条船 是 谁啊 我 看的时候